烏克蘭大規模攻擊4個俄國軍事機場 普京撤離烏南大量俄軍 川普10月將重返賓州巴特勒 賀錦麗將會發表首次政策演講 前美國士兵認罪出賣軍事機密給中國 或遭重刑 中共國安封數台碟 王胖下說台灣人要遠離中國 華人喜歡吃的大米品牌 加州國保米農場將關閉 英文發展 各位Youtube和乾淨世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15日 歡迎收看北美快報 我是毅寧 接下來是詳細的新聞內容 連臨的三高問題 根據傳統中醫理論 陰陽平衡是健康的基石 三高代謝寶專注於調節陰陽平衡 從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狀況 三高代謝寶能促進新陳代謝 恢復內臟正常運作 增強免疫力並改善血液循環 我們來聽聽加州劉先生的故事 他服用了3個月的三高代謝寶 血壓從145降到110 劉先生的膽固順植 也恢復正常 事力變好精神也更好 三高代謝寶由天然草本精華製成 運和條理 三高代謝寶激發人體自我的療癒力 了解更多詳情 請登陸健康520網站 基庫安全消息人士在8月14日表示 烏克蘭對俄羅斯四座軍事機場發起了 到現在最大規模無人機的攻擊 同時俄羅斯由一個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而俄軍也開始回擊進攻的烏軍 已經從烏南撤回部分的軍隊 除此之外 有消息說 烏軍在8月底或9月初 會有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可能會在赫爾斯克建立烏軍的指揮部 根據老透的消息 遭到烏克蘭無人機襲擊的俄國軍事機場 其中包括 玉羅涅日地區的機場 這裏距離前線340公里 還有巴爾迪摩機場 距離前線180公里 薩瓦斯羅卡機場 就距離前線650公里 這裏是俄羅斯米格31戰機的主要基地 烏軍進攻的目的是破壞俄軍利用戰機 執行滑場爆炸攻擊 另外烏軍70架無人機 還襲擊了莫斯科市中心30公里附近一個機場 目標是契加洛夫斯基空軍基地 另外還有消息說 烏克蘭最近成功發射了自殺攻擊無人機 摧毀了普京專機E-296 蓋機價值超過10億美元 但這個消息就沒有被證實 而澤連司機就發視頻 感謝烏軍戰士對俄軍機場的准夥 確實及時和有效的打擊 他表示 接下來需要導彈系統 烏克蘭的合作夥伴的決定越大膽 普京能夠做的就越少 除此之外 別爾哥羅德州在14日宣布正式進入緊急狀態 俄國州長格拉德科夫表示 別爾哥羅德局勢相當緊張 目前已至少有14個村落落入了烏軍控制 8月13日 俄國軍隊利用導彈無人機向境內的烏軍發起了反擊 俄國國防部發布了蘇-34光澤基 對富爾斯克邊境地區的烏克蘭軍隊進行打擊的畫面 8月12日 普京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 對官員們表示 俄羅斯將採取措施 迫使烏克蘭部隊撤退 並強調俄軍正在加快在其他戰線上的進攻速度 根據俄方的說法 俄軍在為期一個星期的戰鬥中摧毀了烏軍35輛坦克 31輛裝甲運兵車 並且已經成功地擊退在距離邊界大約26至28公里的村莊附近的發動攻擊 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美國官員說烏軍的進攻行動 迫使普京從烏克蘭撤出部分軍事力量 目的就是要摧毀俄羅斯勇於對烏克蘭發動戰爭的後勤和基礎設施 根據New Talk的報導說 俄軍將更多的前線部隊調去富爾斯克 包括戰士、炮兵、裝甲營和戰機 俄羅斯主力部隊正在蘇賈附近集結 集結總人數增加到1萬人 立陶縣國防部長表示 普京正在將部隊從加里格零納調去富爾斯克 路途長達3,000多公里 外界紛紛猜測烏軍是否會在半路用無人機攻擊 Politico報導說 在8月13日 烏軍發言人利霍為表示 俄羅斯已經將部份軍隊撤出烏克蘭南部的 澤波羅爾和克爾重舟 返回俄羅斯領土 他說 烏軍正在密切關注 別以哥羅德的俄軍調動 一旦那裡的俄軍調去富爾斯克 別以哥羅德的戰鬥也將會打響 哈爾科夫可能馬上就實施大反攻 法新社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在13日首次回應 烏克蘭的進攻看法 他說在過去的6至8天中 白宮的團隊每隔3至5小時 就更新匯報給他 這次攻擊讓普京陷入了困境 而芬蘭和愛沙尼亞兩國總理 在8月14日 對烏克蘭進攻俄羅斯本土表示支持 軍事博主Alice Chang在今天發帖說 有消息說烏軍在8月底或9月初 會有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到時就會看到F-16戰機封鎖 克里米亞大橋和周邊的海域 將南部俄軍困在那裡最終被迫撤退 他提到8月13日 烏克蘭發布聲明說烏軍在俄羅斯 赫爾斯克州繼續推進 並沒有長期佔領的計劃 更不會在烏軍控制的地區舉行公投 烏軍在赫爾斯克地區的行動 是戰略方面的需要 而並非是領土擴張 薩蓮斯基就赫爾斯克地區局勢舉行了會議 並同意烏軍總司令的要求 如果有需要將會在赫爾斯克地區設立軍事司令部 這樣可以更好地協調軍事戰爭和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烏克蘭的記者在蘇賈時報道說 烏克蘭正在向蘇賈的居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包括食物、飲料、衣物等 烏克蘭對這個地區的簽證已經被正式廢除 如果當地人想離開 他們有機會選擇要撤離的地方 無論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 川普在8月12日晚間在X平台接受馬斯克採訪時說 他將會在10月份再次回到賓州的巴特勒縣 也就是之前他經歷過一次暗殺的地區 而賀錦麗在16日也將在北卡發表首次的政策演講 川普在訪談中 沒有說活動是10月的多少日 也沒有說會是一場競選集會 但賓州是關鍵戰場州 有19張的選舉人票 川普稱讚了一名巴特勒的警官 他當時試圖爬上槍首 克魯斯所在的建築物的屋頂 川普說 如果這名警官沒有分散克魯斯的注意 這樣他可能已經在這次暗殺中喪生 川普還稱讚了槍擊案當日的觀眾 特別是坐在他身後的那些觀眾 他說他們都沒有警方的四處逃走 反而在擔心他 尤其是從視頻可以看到 他身後的觀眾都在看著槍走的方向 沒有人逃跑 所以他很想見見他們 以前阿利桑那州州長杜西也表示 他將背書川普和前電視新聞主播卡里萊克 2020年一開始杜西沒有承認拜登勝選 但後來轉變了 還曾當眾拒絕川普的內電 但他現在表示 邊境必須得到保障 通脹必須得到抑制 美國必須在全球受到尊重 並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上次總統 下次參眾議員 州長 地方官員 他都會將票投給共和黨 就在馬斯克和川普X平台對話結束後 馬斯克在一個帖中寫話 他很高興以同樣的形式 和賀錦麗進行訪談 而賀錦麗在16日將會在北卡造勢 同時將首度以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發表聚焦在政策上的演講 他會將矛頭對準企業 空抬價格造成通脹 這個可能會讓大企業的高層如坐針殲 由於選民不滿意住房 藥品 食品 汽油價格攀升 所以對拜登的經濟政策評價不高 而民主黨就將通脹歸咎於企業貪婪 指控企業減產提高利潤 從2019年到2023年 食品價格上漲了23% 賀錦麗競選團隊的官員說 賀錦麗知道成本太高 會將解決通脹 列為賞任首日優先要務 但是川普認為 松綁對金融和能源等產業的監管 才能夠降低成本 並刺激經濟成長 半解通貨膨脹 而對於川普和賀錦麗都提出的 免費稅的說法 美國聯邦預算 問責委員會的高級政策主任 戈德溫表示並不贊同 他認為 服務從業者沒有理由給工廠工人 或護理人員 繞納更低的稅金 這樣不公平也不合理 根據霍氏8月13日的報導 今年較早時 美國前陸軍情報分析員 舒爾茨被聯邦大陪審團起訴 罪名包括密謀獲取和洩露 國防信息 非法出口國防相關技術數據 密謀非法出口國防物品 以及行賄公職人員 最高可以判刑65年 舒爾茨承認了相關重罪 他在軍中持有最高級別的 絕密特殊訪問許可的安全權限 但他竊取了大量敏感軍事信息 並向中國傳遞 涉案金額是4萬2千美元 起訴和認罪文件說 舒爾茨向一名據信和中共政府 有聯繫的香港人 出售了機密信息和文件 這些敏感文件 涉及多個重要軍事裝備 包括HH-60直升機 F-22A戰鬥機和海馬斯火箭系統 舒爾茨還向對方提供了 有關中國軍隊戰備狀況的情報 美國司法部國家安全師助理部長 奧爾森在聲明中說 被告濫用權職 向外國人出售敏感軍事信息 這種行為嚴重離開了國家安全 他背叛了軍隊的信任 只是為了一己的私利 這次認罪應該被那些 心存不軌的人敲在警鐘 任何背叛誓言的人 終將被抽出來並成之以法 聯邦調查局 國家安全署執行助理主任 威爾斯也說 中共一直試圖竊取美國機密 和國安的資訊 而這件案件 應該給所有考慮背叛國家的美軍人員 一個深刻的教訓 在法治國家 任何違背公眾信任的人 都將受到法律制裁 我們將竭盡全力 保護這些信息 不落入敵對國家之手 美國陸軍反情報部門 和聯邦調查局 正在對這件案件進行深入的調查 如果法院對所有罪名 都判處最高的刑期 舒爾茨可能要面臨65年的監禁 聯邦地區法院會在2025年1月23日 對它進行最終的量刑 中共國安部最近發布了 堅決打好涉台反分裂反間諜鬥爭的聲明 並宣稱它們取得了重大進展 成功破獲了上千宗台灣間諜案 摧毀了一大批台灣的情報網 但台灣陸委會譏諷說 中共誇大旗詞 濫暴無辜的台灣人 強行構上台諜的罪名 而前國大代表黃彭孝警告台灣人要遠離中國 前國大代表黃彭孝以親身的經歷講述 台灣在兩蔣時代確實曾熱衷派遣諜報人員 前往中國進行所謂的敵後工作 當時中共說這些人是國特 國民黨特務 黃彭孝說 在國府遷去台灣的初期 所謂的大陸工作 主要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第二組負責 並且由鄭介文上將領導 黃彭孝也在退伍後加入這個組 他曾在李登輝總統的指示下 多次前往上海 完成了對浦東新區的考察 並撰寫了一份詳細報告 還引起了美方的關注 然而後來有了變化 在1999年 軍情局的少將劉蓮坤因為身份敗路被捕 導致台灣的跌步活動遭到嚴重的打擊 很多情報人員被捕 隨後結束了國特任務 之後在馬英九總統任內 隨著兩岸和平協議的推進 跌步人員敵後派遣已經逐漸停止 導致台灣當年建立的情報網瓦解 這也是陸委會反奉中共國安部的理由 說他們邏輯罪名 濫捕台灣人當業績 黃彭孝以親力者的角度 追述了中共國安 如何無視人權 只是為了業績 而隨意扣押台灣人罪名的例子 他說台灣商人李孟居 因為在中國拍攝了一些無害的照片 最終被中國以間諜罪判刑 無辜入獄多年 黃彭孝警告說 這樣的例子並非孤立事件 中共鼓勵舉報各類危害國家的行為 甚至會以有罪推論的方式 對待被舉報者 讓他們難以自證清白 黃彭孝強調 台灣人應該遠離中國 以確保自身安全 海外華人所熟知的 加州生產角保米的家庭農場 將會在今年的秋天關閉 不再出售新米 不過會有一家公司接手 嚴格按照協議繼續生產角保米 因為生產成本上升 包括水費、有機肥料 天然氣費用飆升 以及保險費 設備支出和人工支出飛漲 這座經營了近100年的 日裔家族農場 不得不宣布停業 郭保米從60年代起 就因為高品質 在美國市場調整而出 尤其是亞裔社區 對郭保米更加是異熟能場 是多家餐廳不可或缺的米飯類來源 日裔亨田慶三郎 在1908年 從日本沖繩移民到美國 他在97年前創辦了農場 他被稱為加州杜米之王 目前 農場由第三代傳人 羅賓和羅斯經營 羅斯告訴《紐約時報》 他們家族一直致力於 種植產量特別低的傳統水道 當年的挑戰已經超過了 我們可以負擔的範圍 羅賓和羅斯已經年屆60 他們沒有家族繼任計劃 幸運的是 亨田家族將農場的五個商標 授權了給公物製造商Western Foods 他們將會嚴格按照許可協議 繼續生產國保米 根據許可協議 亨田農場的包裝將基本保持燃養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 和記得按個小鈴鐺和訂閱 這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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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